維修技師拿手電筒照來照去 檢查空調 一家人住阿里山 住得好生氣 因為天氣變冷 山上房間只有6度 冷到睡不著 指著小台暖氣機 根本就取不了暖 空調噪音還很大聲 維修員把問題回報櫃台 但旅客說 事後飯店無心處理 讓他氣到發文 13號他跟家人入住阿里山飯店 當天空調太冷 櫃台人員表示空調只有冷氣 讓旅客覺得跟官網寫的 有暖氣不一樣 他在反應空調有噪音 飯店才派員檢查 但事後不了了之 因為旅客是用住宿券消費的 但住了一晚還是花了5000多 懷疑飯店是不是因為住宿券 才不想負責 這樣的處理方式 因為我們櫃台是心境人員 兩個在溝通的認知上 可能有所差異 業者表示客人隔天早上才反應 才無法及時更換房間 不過阿里山上天氣涼 本來就沒有冷氣設備 只會有暖氣 對於客人反應暖氣不暖一室 業者會檢討 也承諾如果客人冷到感冒 願意負擔醫療費用 TVBS新聞既見跟嘉義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